有一天你看我把法轮功这东西拿出来的时候 现在这个东西不在我手上拿的 我一定要推出你们会看到 绝对比Aggles看到的害怕恐惧 最可怕是带声音带图像 那种惨叫是你受不了的 就共产党的邪恶 我觉得他必须是天诛地灭 你想想上海市当时的一个政法委主席 一个人他一个人的器官是有反应的 换了一个肾换了一个肝 老婆换了一个肾换了一个肝 全部都是活在一起玩 在新疆这种你想想在新疆他能轮兼少女 轮兼小孩他宰你器官这一定会发生吗 可能就在我们说的同时就在发生的 当年西藏人很惨 当时他们把西藏人弄得多了去了 所以新疆人的成功力是大概二十分之一 他由于这种各种的原因二十分之一 他杀个二十个能乘一个 这是西方世界永远不懂 这是我恨这些传统媒体 这些王八蛋永远不会报这些东西的 所谓的他把他当法官当证据 从来不会报这些 他们很多人都把这些资料给过西方的媒体 很多人给过以后人都被抓过 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些媒体不是正义的 它是邪恶的 否则这些事情不应该延续几十年在中国 包括你们没有谈到深度的贩卖人口 贩卖人口最厉害的过去是泰国 这几年全是中国 而贩卖人口最严重的就是新疆西藏 这里边那是无法想象的 当时我报器官移植这事情的时候 我压力是特别大的 因为我家人同事还都在里面 我被多次警告 直接来自江家 江家身边也有我的朋友 直接警告 千万别说这个文贵 你话不落音你就会消失在地球上 说这人现在还是德高望重 这对我当时压力很大 当时报这个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但我为啥要报 因为我好几个同学就跟你干同行呢 是原来李磊石的手下 他说我们的李专家 他说我们的春哥春教授 他告诉过我们 他说你们年轻人不要干这个 离的这个远远的 这个手术台上的这些事情不能再继续 他说当时很惊讶 为啥不让我们干这个 我们从小就学着一干这个 从山东济南跑到北京 不就干这个吗 或者到了南京 亲自参与了江家的多次的患肾脏手术 让他最震惊的就是新疆的小伙子 就活活的就是什么 未来有所谓的减少反应 最高境界是在无麻醉下把器官给移植 他给我讲过这个 当时讲的他就哭到就不行了 我也是真的是一阵事件过不来 就过不来了 就当时就跟你讲那个时候 就是一般人听着会回神来 就是回神吉皮疙瘩那种 就能跟你感同身受 这就叫灵魂嘛 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石头 也不是畜生 我当然有感同身受了 他还曾经拜托过我 他说文贵 你是我们一切一切的英雄 有一天你能把这话说出去 我为你干什么都行 我就凭你这个时候还让我说出去 我有一天我就要实现你这个愿望